齊皇后我们继续来看 齊皇后这个电视剧 在台湾演出 在韩国演出期 都算到非常好的收视率 不过戏剧码跟证实 事实上专家说差非常大 不过齊皇后真的多才多艺 长得又漂亮 要漂亮当时才能够 因此嫁到中国来 不过也只是因为后来 齊皇后的垂帘听证 导致元朝快速灭亡 齊皇后是这样 她是供女制度之下的一个牺牲品 那什么叫供女制度呢 就是把女生当作像是一个礼物一样 这是一种外交手段 她是高丽人对不对 对 她是高丽人 高丽人是属于朝鲜半岛 对 那时候的朝鲜半岛 大概就是现在的北韩地区 所以南韩没有 是北韩 大概是北韩比较多 北韩比较多 因为北韩这边自古以来就出美女 你说南韩不够美 那个时候南韩应该不够美 这样子 大部分美女都是从平壤 这个地方过去的 所以齊皇后的血缘 来自于北韩才漂亮 才能够进攻到中国来 男韩人不能够说她是这个 比较没那么美这样 对 然后齊皇后的旗在哪里 旗在她的一个手腕 因为供女制度是把女生当供品 这原因是什么 因为元朝去打高丽 因为当时的契丹人逃到 高丽的境界 然后四季要造反 所以元朝人就拿这个东西 当作是一个进攻的一个目标 打得高丽国王是非常的受不了 其实元朝人没有打赢 蒙古人没有打赢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高丽人也很飘悍 因为元朝就是蒙古人 蒙古人对打高丽人 其实蒙古也从来没有赢过 没有赢过 可是就呈现出一个两边 似乎和平的情形 对 但是你一直来打他的时候 蒙古是那个时候 路上最强的国家 所以那个时候高丽的政策 就是说我退到江边来做防守 我就跑 对 但是打了很多次 高丽人受不了 受不了就是说那求和 求和以后开始 元朝建立以后 就开始这个渝取渝求 就进攻美女给元朝 不只是美女 什么东西看到我都要 我要人身 要皮毛 当然要美女 就把美女当作是贡物 有没有什么条件 除了要漂亮的 要北朝鲜的 不要南韩的 对 要造册 12岁到16岁 这种漂亮的女生 通通都要造册 你这个高丽王国里面的 所有的这个年龄的人 你要造册 12到16岁 才刚刚青春期节开始 对 然后这个元朝的官员 会去那边做选拔 选拔每一批 大概有150人 进攻到元朝去 那就是让大家去挑选 因为元朝人有一种喜爱 就是说 我们大家来比 你拥有的高丽美女多少 而且要漂亮 还要数量更多 而且要漂亮的 对 而且大部分都是当他们的奴仆 所以这个非常的不公平 所以每次这个高丽人去 要把这个女儿给嫁出去的时候 要被进攻的时候 他们都很害怕的 他们连生女儿 都不敢跟邻居讲说 我今天生了女儿 那其实生儿子也不敢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元朝人会把男生 拿去当太监 所以就整个是在欺负高黎王国 可是问题是贡女既然到元朝 是被欺负 其王后她凭什么到后来 在中国这么的厉害 因为她够美 美色 够漂亮 她用她的美色 还有她的各种的学习 琴 琴 书 化 她的才艺好 多才多艺 她就去迷惑了这个元顺帝 当然能够迷惑她 她就是因为美色的原因 她的床上功夫好 床上功夫好 就让这个元顺帝 非常非常的满意 喜欢跟她动作春宵这样 跟喇嘛还弄一个什么 共修之类的 就是这样子 所以她的元配 就非常非常的不高兴 因为皇后一定不喜欢 有人来跟她抢风头 然后就把这个奇女子叫过来 叫过来干嘛 羞辱一顿 打一顿 边打一顿 边打一顿就是说 你以后不可以再靠过来 但是她还是用她的 所谓的狐媚之术 因为她实在是太漂亮了 她是怎么样被元顺帝看上 她那个时候 不过就是一个倒茶的侍女 在这个倒茶的一个机会里面 然后就去跟这个元顺帝 眉来眼去 故意就要造机会了 对 不过元顺帝是这样 我们叫元顺帝 那是明太祖这样叫她的 她其实在这个元朝历史里面 应该叫元慧宗 顺是因为你顺从 所以你跑掉了 所以给她的一个名号 在元朝历史里面来讲 应该证明叫元慧宗 元慧宗就跟这个 其皇后非常好 然后她就这个皇后 大皇后受不了了 受不了以后 刚好她的这个兄弟叛变 叛变以后 她就把这个皇后给废了 废了以后她就想说 那你这样可以当成我的皇后 第二任的皇后 可是出来了一个宰相说不行 我们的组治 元朝的组治是 必须要蒙古人出身的人 才可以当皇后 对 高丽不行 对 她是韩国出来不行 那不行以后那只好就 好吧 大臣就这么说了 所以她就当 所谓的第三任的皇后 等到 当到第三任的 对 因为第二任皇后受不了 她非常的郁闷 因为皇帝只喜欢她 然后就郁闷而死 太美了 对 太美了 而且她真的是有一套 那怎么样的有一套法呢 她跟这个前朝的官员是勾结的 然后把这个韩国的女子 漂亮的女子 通通送到这些官员的家里面 干嘛去掌控她家里面的地位 又贡赂 让韩国人能够成为这些 元朝大臣的这样主宰 这样的话 她连皇宫她也搞定 这些大臣的内部家庭 后宫也搞定 大臣也都搞定 对 然后她一个新妇 是韩国来的太监 叫做葡太花 这个人其实是她小时候的邻居 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那个时候其皇后 其女子曾经跟她有过 有过一个不正常的关系 换句话说 她嫁来中国的时候 已经不是处女了 但是她就是用她的这种 所谓的狐媚之术 然后去迷惑了当时的皇帝 然后当上了第三任的皇后 当第三任的皇后 其实她的孩子还很小 这个孩子后来在元顺帝 北逃以后就继位成为皇帝 叫做北元昭宗 是北元开国的第一个皇帝 但是整个其皇后 开始要有所作为的时候 那时候是元朝末年 明朝这些汉人 已经不满元朝很久了 他眼前年清政的时候 然后就开始去反攻 打下大都 打下大都以后 元顺帝北逃 北逃之后 其皇后下落不明 从此以后历史没有再记载说 其皇后跑到哪里去 她可能就是死在战乱当中 她可能隐姓埋名 反正就是下落不明就是了 但是她的儿子 开辟了这个北元王朝的 另外一个时代